一般其实除了说手动让人家输入之外 一般是从外部读档 可能是像教务处 他现在用电脑阅 阅卷完之后告诉你成绩 所以你到时候的话就会有一个成绩档 可能他会入给你是个TXT文字档 你直接把TXT的文字档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你就不用什么 不用一直坏我姻帽 然后一直把人工输入了 所以假如我模拟一个状况 我在我这边已经有了这个档 我模拟了 所以我模拟一 如何把那个成绩变出来 第一个请各位记得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 我们就人工自己手动建一个File 所以new不是new module 是new一个File 一个档案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英文成绩好了 叫eng.txt好了 ok 按finish 这个时候会在src的根目下产生一个存文字档 那再来的话我就直接在这边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成绩的话随便输入好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把这些成绩 读到我们的 这个python程式里面 记得中间的吧 用逗点隔开好了 大概输入几个 我也不知道输入几个 反正就是输入一定的数字 好 输入完之后的话你把它存档 save 好 那就这几个成绩了 模拟一下 假设已经电脑预券了 然后有eng.txt 在一样的根目底下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档读进来的话 该怎么读 如果我们底下这些成绩先把它 这些程式先把它mark 掉 就是把它先注解一下 我们先练习什么 读档 这个档案 如果我希望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该怎么读 特别注意哦 其实在python里面要读档 其实还蛮容易的 首先的话你可以产生一个f物件 等于后面加个open 钱光阿虎 open 后面的话请你就给它 这个档案的名称 eng.tst open 然后后面的话 tst 副档名不要打错 逗点 第二个给它第二个参数 就是如果你将来你是要读档的话 就是R 如果你要写档的话就W 如果你要写档并且是写到下面的话 你就用A模式 那你想说老师 刚刚不是有个W模式吗 W其实就是附写模式 会盖过去的 那如果A模式是一直写到下面 不会被覆盖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反正就这三个模式就够用了 好那你也想说 其实它动作什么 所以在python里面 我觉得 现在还蛮简单 这样就是打开这个档 打开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档案放在F物件里面 所以前面就是丢到一个F物件的一个变数 然后我怎么样知道说有没有读成功 其实你可以print F怎么样 它如果因为只有一行 所以记得 你可以 一行 读一行的话 英文叫read read line就可以了 然后小瓜糊 好 程式写完了 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F物件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read line 然后这边的话就小瓜糊 执行一下 两行 执行 各位没有发现 成绩就被读进来了 OK 所以其实在拍摄里面读档 真的两行就搞定了 但问题来了 我读这些东西之后 因为我这个成绩 那我要怎么拿它来用 那接下来会有几个问题 因为它中间有那个逗点隔开 所以我每一个成绩 每个成绩需要做切割 那切割 里面不是有资料剖析吗 其实类似的道理 切割完 丢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OK 所以特别追 接下来我怎么做下一个动作呢 如果我希望 不要crinter 把这个最后的东西 先丢到一个变数 S好了 用S去接 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先丢到 那S就是放这个字串 所以特别追哦 读进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字串哦 那我如果今天要怎么样 需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那我怎么分开来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前面用一个list去接它 list一好了 等于什么了 S这个字串 它有一个方法 有个函数叫Sprits Sprits 顾名思义嘛 就切割 OK 小瓜糊里面呢 请你告诉他说 请你按照豆点去切 所以你里面放一个什么 放个字串 那放一个那个豆点的字串就对了 OK 它就会按照 这个豆点去帮我切 切完之后的话 就会帮我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前面这个list1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list1 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print 然后list1看看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因为Sprits切完之后 它会把它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哦 切完之后 Sprits 切完之后放进来 那这个list1里面放什么 就是放中国阿虎 有没有 里面的话总共有这些成绩 中间还是有豆点 可是请注意一点 如果说呢 里面呢 是放数字的话 前后一定不会有这个单引号 有没有 所以要表示说它里面放的什么 放的是文字 然后特别说是文字 是text 是自串哦 是自串哦 所以如果你将来你要把它拿来什么 做像刚刚不是有sum是不是 sum 加总 加总 特别是哦 sum 只有针对里面是数字的情况下 才能够做加总 所以如果你现在把它执行的话怎么样 它会告诉你什么 哎 有没有 type air 因为它说它只支援什么 这个sum这个 这个有没有 它只支援哦 里面一定要是int的 你不能是string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所以呢 下一步要做什么 就是你必须什么 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资料 假如说我要做底下加总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呢 把它改修改 改成 这个那个什么 int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改int的话 我是不是说外面加个int 比较好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一定会告诉你说 我没有办法 也是太 它说我这个只能针对一个 一个资料做转换 我不能针对多个资料做转换 因为它里面很多个 int 只能一个 你给我这么多个 我没办法帮你转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注意就是 我必须把资料一个一个读出来 一个转型再存回去 其实OK的 其实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第一步 再把重点回顾 因为这地方会牵涉到 我们外部读档 所以其实外部读档非常简单 其实主要就是 两三行程式可以搞定 但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读进来的是文字 你要把它转换就可以 OK 第一步 右键 new 一个file eng.tst finish 里面的话也许你先 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第二个的话 用f等于open 先把那个档案读 读进来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再见 进来 của 我们下车 谢谢大家